TFBOYS出道至今 已经七年了 三人的成绩也十分耀眼 TFBOYS三人是时代风俊旗下最早推出的组合 同样也是时代风俊的台柱子 但随着他们慢慢长大 合体好像成为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十年之约将近 粉丝们也直呼 舍不得 十年之约指的是TFBOYS和四叶草的约定 不管发生什么 TFBOYS都要和四叶草一起走十年 而十年之后 TFBOYS强大器 会举办一个十年之约演唱会 作为十年陪伴的回报与见证 也可以说是 对粉丝们的承诺 TFBOYS三个人现在发展方向各有不同 虽然三个人的发展方向不同 但是三个人的依旧非常好 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三个人相亲相爱 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有网友拍到王源和王俊凯住在一起 不禁让粉丝说 我刻的CP是真的 王俊凯近期被评为中国慈善家2020年度人物称号的获得者 是屡次受到央视褒奖的优秀少年 王俊凯演唱的声长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歌曲 2020年在音乐影视综艺的成绩不断突破 电影《749局》《断桥》《1921》等作品等待播出 朱燕的《解忧杂货店》和《金凤凰》最佳新人奖 全面发展的王俊凯是非常优秀的 王源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入 学习音乐知识 同样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歌曲 单曲已经有42首歌曲 王源自己的原创歌曲有21首 例如《因为遇见你》 《滚烫的青春》 《长大以后的世界》 宝贝是95后第一个开万人演唱会的歌手 QQ音乐在线演出在线人数T.O.P.E.歌手 获得了27届东方风云榜最受欢迎男歌手 王源是实力流量并存 易烊千玺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17岁出演的《少年的你》 就被评为金像奖最佳男演员 19岁出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过10亿元 打破了家庭类亲情类的票房纪录 易烊千玺虽然年龄小 但是已经是年轻的30亿影帝了 综艺朋友请听好突破收视率 可以看出前程四季 2023年GFBOYS三人与时代风俊的合约到期 与粉丝相约的十年之约也即将到来 王俊凯全面发展 王源学成归来在歌坛大有收获 易烊千玺潜心学习演技 十年之约他们会如期而来 会带着他们这十年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与粉丝见面 2023年8月26日 GFBOYS的十年之约就到期了 他们站在了不同的高度 顶峰相见 十年之约的演唱会门票 将会一抢如空 四叶草们如期而至 三个少年 不忘初心 底力向前 不惧艰辛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 承受了太多黑暗的舆论 但这一切 GFBOYS与四叶草们都一起走过来了 相信以后的鹿四叶草们 也会陪着GFBOYS之路走下去 GFBOYS X邹 GFBOYS ізt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